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从小其实是没有听说过三杯鸡 到了美国以后才知道的 现在又知道是在台湾 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然后在台湾大家又发展起来的 变成了一道台湾名才 所以呢 我有一些问题问你们 一个问题是问Kan 你记得第一次吃三杯鸡 是自己多大的时候 第一次是三杯鸡 可能九岁十岁了 那十岁之前家里有做吗 有做 但是呢有时候呢 它可能这个泥酒会加太多 而且可能那时候可能 那个闷的时间如果不是太长的话 它酒气还在 那时候可能那时候还小 我可能不喜欢这种味酒气 所以我记忆当中 可能到我九岁十岁的时候 对 才去想 才感觉这个三杯鸡它是好吃的 它有这种记忆 那三杯鸡也是你妈妈做的 在家里 在家里 大约你们那个时候会 吃三杯鸡多长时间吃一次 这不好说 三杯鸡这种东西可能 在台湾天气比较热 一般三杯鸡可能是冬天 冬天才会做这道菜 它有点像什么 像食谱 台湾有一些比如说羊肉炉 姜母鸭 三杯鸡 类似这些都属于台湾 在冬天的时候 可能它会吃的一些食谱的 食谱 所以我印象当中 可能就是在冬天 台湾人好像才会去 弄这个三杯鸡 Amy老师呢 我第一次吃到这个三杯鸡 应该是在台中 那一次应该是 应该是2008年底 我是12月份到的 然后就在那个月 应该是就是我们一起 还有一个我先生他大姐 然后一家人 然后出去去 类似于像那种 减餐店 减餐店里面就有点像那个中国 中国的上导咖啡一样 它里面也可以点喝的 可以点这个饮品 也可以有一些减餐 那我那次应该是在那 第一次吃到这个三杯鸡 感觉口感给我的印象还蛮深的 就是它里面的九层塔 对 当时因为三杯鸡它是要用姜 就是多的姜 然后还有这个九层塔 它那个口感吃起来 就是还蛮丰富的 就是再加上那个鸡肉的那个嫩 那个它的肉很嫩 然后挺好吃的 第一次吃是在那 很特别的味道 这个九层塔就是说是在大陆 它原来的那个版本里面是没有九层塔的 这个就是到了台湾以后 在因为台湾产九层塔 所以才放进去的 是吗 是这样 对因为台湾的 其实台湾的三杯鸡 为什么会所谓的三杯鸡 叫做发扬光大或者文明 最主要是九层塔 它提到台湾的九层塔 可能主要有一种 就是画龙点睛的作用 嗯 九层塔就像它是属于什么 算 这边叫什么 但是呢 它的台湾九层塔的气味 可能还 可能 不一样 气可能更浓 嗯 它很适合比如说像这种煎啊 炸啊 煩的这种比如说鸡肉啊 或者是什么 牛肉啊 这个都很适合 嗯 那在台湾有没有 卖三杯鸡 就是比较出名的店 比较出名的店 记忆当中 因为我住台湾 我记忆当中 嗯 我大概20年前吧 嗯 去过一家 而且常去 嗯 它是用那个所谓叫 叫砂锅 对 它是 还是用那个所谓的叫做土鸡 嗯 土鸡 或者叫 现在叫做放山鸡 因为那种 这种鸡肉 可能它吃起来特别的Q 嗯 对 然后很适合拿来做所谓的这个 三杯鸡 而且呢 它的姜跟九层塔 焖起来特别香 可能是用砂锅煮 用砂锅下去熬的吧 嗯 它吃起来特别有香 我记忆到现在连那个姜母吃起来都特别的香 嗯 这家店给我一个可能很大的印象啊 嗯 非常好吃的 它是普通的餐馆还是专卖店 专卖 算是专卖鸡啊 嗯 比较三杯鸡 或者什么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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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鸡汤 嗯 专门的一家卖鸡的店 嗯 嗯 嗯 很好 那我们 嗯 如果是自己去在这边尝试做三杯鸡的话 在做这道菜的时候 你们有什么 叮嘱吗 让大家要注意的还是怎么 嗯 别说其实上个星期你看做过一次 嗯 我想到 对它上个星期他做过一次 但是我们就是采用的并不是说 嗯 像三杯鸡里一般都是鸡腿肉啊 或者是鸡胸肉啊 或者是整只鸡的一半啊 这样子做 那它是用那个鸡翅 嗯 它是采用的三杯鸡的煮法 嗯 嗯 对也挺好吃的 嗯 我的建议是 我觉得可能 三杯鸡可能用鸡腿肉 嗯 会比较 合适 嗯 它肉比较有劲到肉 嗯 跟骨头会比较 那个肉吃起来口感会比较好 而且再一点一定要有 台湾的九层塔 嗯 才叫做台湾三杯鸡 九层塔一定是要 台湾九层塔在这能买到吗 可以 一般的中国超市都买得到 嗯 如果像我住这边的话 有几家的中国超市都有 嗯 嗯 对 然后那 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关于 三杯鸡的三杯 哪三杯呢 就是一杯米酒 嗯 一杯这个 嗯 是什么 一杯米酒 麻油 一杯麻油 酱油 还有一杯 对酱油 嗯 所以那像这三杯的话 嗯 要跟肉的比例 要搭配好 那如果 比如说我们采用的肉的比例 没有这么多的话 其实用不到一整杯的 那可能稍微量要少一点 嗯 很好 谢谢您老师 谢谢阿婷 嗯 跟我们分享 你们吃 在台湾吃三杯鸡的经历 在这边做三杯鸡的这个经验 那很受用 嗯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嗯 我们大家下次再见 嗯 谢谢你们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 再见